《罗马假日》 和这部车 很小的时候 看了这样一部电影 《罗马假日》 大多数人都会看 那里边最最经典的 两个镜头当中 就有这样一部车 而且呢 在几乎所有人的 脑子的印象里边 《罗马假日》 和这部车 是已经结合在一起 分不开的 新法州当时找到我的时候 说想要一款这样车 有这样一个需求 给我的一个要求是 我们必须要适合 现在的一个骑程 和现代人 对于美鞋上面的一些认同 风格上 是按照那部电影里边的来 但是在细节上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改进 包括它的车体的流线性 和各处的接缝 包括它所用的一些材料 各种的一些细节 一些零配件上 都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所以说 还是有不少的难度和压力在里边 不可能说 那么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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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